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宇如是对我说的时候 她轻轻搂着我的肩膀的左手还用了用力 已是她的决心 那一刻她是真的 我是相信的 我和她离开槟城的母校后 一起到了现在这座江南城市 我们准备简历 参加各种大型招聘会 在参加了一场场 几乎要把招聘展台挤爆的招聘会后 我们终于都有了工作 我住在单位宿舍里 每天下班后 一起工作的小姐妹们 义愤填膺的楚曹老板 相互的支持排解 让出入职场的各种不快 也很快就烟消云算了 大家一起逛街 一起出去玩 那段集体宿舍的经历 还是非常愉快的 沈宇就不一样了 她和一对情侣合租的房子 然后每个周末 她会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 到我的宿舍来看我 每次她必然跟我提起 看见合租的初双入队 亲亲我我 她心里是各种不适 终于在半年后的一个周末 她跟我说 我爸妈要拿15万首付 给我们买个房子 那太好了 那房产证上会写我们的名字吗 会的 写我们的 沈宇宠溺地看着一脸欺义的我 肯定地告诉我 我家经济条件很不好 沈宇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接济我 所以我们都习惯性地知道 这样的事不用告诉我的父母 不用他们在经济上为难 后来她爸妈过来了 我们一起找房子 临街的太吵 老旧的看不上 新房买起来吃力 二手防护主人家庭不好的 不要 我们以沈宇租的房子 所在社区为中心 看遍了附近大半个商圈的房子 最后看上了一套两居的二手房 那是个总高六层的住宅小区 房子在四楼 房东是事业不如正轨的生意人 画了更大更好的房子了 我们去看房时 房东已经把软妆全部清空 房间算得上是豪华妆 干净亮堂 双朝阳的卧室 暖暖的阳光洒进来 铺了满地 从阳台望过去 来来往往过日子的人 看起来那么亲切 让人不禁想起了安居乐业这个词 那感觉是一见钟情 我们一下时都看上了这个房子 当场交了订金 我去单位上班 住在宿舍里 连续几天 沈宇也没找我 我只知道他一直在 办跟房子有关的事 但是不知道办到什么程度了 直到两个星期后的一天 他来带我去吃饭 说是庆祝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 沈宇说签约和房管托管都弄好了 在等贷款了 我有点诧异 有点懵懂地问他 不需要我签字办手续吗 他拿筷子的手 呼的顿了一下 刚夹起的涮毛肚 掉进了腊油滚滚的锅里 随后他不自然的脸色转瞬即湿 又恢复了若无其事的样子 重新去锅里夹那块毛肚 他一边把毛肚放进嘴里 一边说不用你 签那么多字 又要败贷款什么的 太麻烦了 还耽误你工作 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可是那房产证上 不就没有我的名字吗 我的心一阵翻涌 就像那锅汤 咱俩都领证了 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我跟沈宇一毕业就领了结婚证 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 赶紧把该领的证都领了 不管是毕业证还是结婚证 领完好好干事业 可是关于房子 相关的一些法律常识 我是了解过一些的 如果房产证上 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即便是夫妻 我也是没有份的 那我不是一点保障都没有吗 你怎么这么啰嗦呢 沈宇大约因为心虚吧 在这件事上 竟然先有的没耐心起来 我沈宇这个人 你还不放心吗 我放下筷子 看得他有点态度恶劣的样子 挣了两秒后 泪水夺筐而出 他看我哭了 马上放软了态度来哄我 亲爱的 你别难过了 我知道你的心思 但是我爸妈对你了解不多 毕竟这首付是他们出的 我跟他们也吵了很久 他们坚持要写我一个人的名字 后来我想 反正对我来说 写谁的名字都一样 咱俩永远在一起的 跟他们吵下去 买不成房子 吃亏的还是咱们 所以我就按他们的意思办了 你别生气 你相信我 那时大概还是年纪小吧 听了沈宇的一席话后 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就没再跟他纠缠了 虽说这件事 在我心里一直有那么个小疙瘩 但是随着我和沈宇搬进房子 共同生活后 我就渐渐忘了这件事 他是男主人 我是女主人 我们有结婚证 至于房产证写什么 似乎不重要了 三年后 我怀孕了 怀孕也是有些波折的 我们没有刻意避孕 但是一直没怀上 直到在婆婆 颇有微词后 我们去看了 不孕不欲科 我做了 输卵管 疏通手术后 才有了宝宝 谁与那时调去了上海 每周末才能回来一次 怕我怀孕 一个人在家不安全 他就让婆婆过来照顾我 婆婆来了后 我们房子里 原本一片 温馨甜蜜的画风不见了 随之而来的是 猜疑 指责 提防 哭泣 吵闹 继而断送了 我的婚姻 婆婆把家里打扫得干净 准备可口的饭菜 这些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 她当我不存在一样 随便收拾我的衣柜 一边收拾 还一边责备我 买了那么多衣服浪费 她会随便挑一件出来 在我上班不在家的时候 装到她的包里 等我回来告诉我 我怀孕了 穿不上 她要送给她娘家的侄孙女 她会突然穿一套 我的睡衣出来 说她自己的喜乐 借我的穿一下 说是借 其实在穿之前 连个招呼都没打 我不好说的什么 我只是跟神语抱怨了一下 让她提醒她妈妈一下 神语有点不高兴的说 你干嘛跟老人这么计较啊 我委屈的哭 神语就不耐烦的说 我孕期作合症 婆婆偷看我的日记 我的本子放在柜子上 她看完甚至都忘记收起来 我晚上跟同事聊天 她根据自己听到的直言片语 去跟神语挑拨 说我可能外面有相好的 她在我家里越来越大胆 我和神语的矛盾 也因此越来越大 婆婆真是个奇怪的人 似乎知道 我跟神语因她而吵架 她就越发要在神语那里 把我告导一样 我越来越抑郁 神语甚至后来周末回来 都不愿意跟我住一个房间 而是过去跟她妈住 她的理由是怕打呼噜 影响我 留下我一个人哭湿枕头 我开始浑浑噩噩 怀疑自己的婚姻 下班后害怕看见 婆婆那张犀利探究的脸 我一个人坐在小区的长椅上 望着天空 想着自己该何去何从 想着远方的家乡 想着曾经的神语和现在的神语 我突然意识到 我似乎并不认识她 这个事是听从父母的她 应该才是真的她 而我并不重要 五个月的时候可以做羊水穿刺了 我做NT的时候是异常值 当时医生建议到上海做进一步检查 或者等到羊水穿刺 我们根本没当回事 觉得检查错了 而到五个月的时候 我突然特别想去验证一下 穿刺结果很快出来了 染色体异常需要打胎 我摸着自己的肚子 为陪伴我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小生命流泪 陪着我的婆婆跟医生一顿吵闹后 一边向我投来鄙夷的目光 一边给神雨打电话报告这个信息 婆婆认为是我自身的问题 或者我做了什么导致这样的结果 可笑至极 没了宝宝的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看着病房里跟婆婆晚在一起聊天的神雨 我说神雨帮我倒杯水 婆婆立即起声 小雨累了 我来吧 那一刻我感觉不到他们的一丝关心 他们家人相互间才是彼此重要的 我失望极了 我说 神雨 我们离婚吧 神雨一瞬的错愕 谁知婆婆解怀了 你这样不能生孩子的人 我们神雨要是一直跟你过下去 我跟着爸也是不同意的 既然你自己说了 那更好 你带着自己的东西离开我们家吧 那房子是我们神雨的 妈 神雨似乎要制止 立马被他妈怼了回去 你别说 很可笑 那个高大的神雨 说要跟我慢慢变老的神雨 此刻在这个有些势快的老年人面前 竟然变得微微诺诺起来 我没再理他们 如果再这样看他们母子情深下去 我会出不了院的 我打电话叫来了我闺蜜 来照顾我 跟他妈离开后的神雨 后来又偷偷的找回安慰我 我没再理他 他来医院给我送吃的 来看我 我都没感觉了 神雨依然是那个神雨 但是不再高大了 我的心坚定极了 出院后 尽管神雨跟我承诺 会再给些钱 会照顾我一类的 但是他依然听从父母的话 跟我签了离婚协议 并且房子归他 我嫁给他三年后 一无所有的从他家出来了 离婚那天 我反倒输了一口气 那样的家 那样的房子 不要也罢 跟神雨离婚后的两年时间里 我努力工作 下班后参加画画班 写字班 准备自己的专业进阶考试 把自己忙得像陀螺 为了让自己能够劳逸结合 我参加了一个羽毛球俱乐部 每周去打两次球 在那里我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王晨 他的球打得非常好 动作帅气 吸睛 他偶尔会教教我 每次打混双 我必然会被奋到跟他一组 跟他分在一组打球 我心里特别踏实 我们俩配合得很默契 我偶尔的小失误 都能被他成功救起 王晨跟我表白时说 知道我是一个 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人 他会做我温暖的港湾 他的话是感人的 但我仍然禁不住想起了神雨 他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经历过一段痛的婚姻后 我已没有了当年的天真浪漫 没有轻易的感动 没有了无条件去信任别人 我给王晨说了我的过去 他仍然坚持对我好 我最终决定和他试试 但我一直淡淡的 因为我的心已经设房了 就在我们确定男女朋友 半个月后的一天 王晨对我说 你约一个时间 跟我一起去办个房产的手续吧 我愣住了 有些吃惊 问他办什么手续 王晨继续说 他有一套大户房子 是准备做婚房的 但是他想在结婚之前 就把房子加上我的名字 让我相信 他愿意把一切能给我的都给我 他要给我最大的安全感 那瞬间我是真的感动了 我一下紧紧的拥住王晨 哭出了声 为沈宇留给我的伤痛而哭 为面前这个男人 要给我的安全感而哭 我和老公王晨结婚后 他对我宠爱有加 我们的日子也过着 秘密调游 我并不是一个贪财的人 其实我并不爱房子 可是他让我看到了 这个男人对我的心意 谁能说 男人房产证上 不写爱人的名字 表示他真的爱这个人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现在的老公很爱我 跟他在一起 每天我都很幸福 这就够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